今天是旧剑山19年1月7号下雨了 这边是冬天下雨 看这家店这么多涂鸦 全都涂满了 这边全都涂满了 它这上面有一个通知 贴着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上写的是什么呀 写在它这个位置 这是它的位置 看一下 这是什么什么 Public Works Public是公共的 Work是工作 公共的工作 就这个地方 应该是市政吧 然后这边写的是 Seal of the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Seal是张 S-E-L张 City是城市 County是县 旧金山县和旧金山市的工章 这个是旧金山这个地方的一个工章 然后这个呢是市政的这么一个标志 公共工作 然后这是他们的办公地点 是在这个1155号市场街 第三楼旧金山加州 这个C-A代表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94103是它的优证编码 然后这个T-L呢是电话 代表旧金山市政的这么一个电话 它下了一个 Notice of Violation and Abitment Order Notice是通知 Of是属于 Violation是违反 违反 这个abit abit是减轻吗 就是说 违反和什么减轻命令 意思是说这家商店违反了什么规定吧 Notice to repair and或者all improve property within 15 days of faith abatement action by city 这是一个通知来修理 或者说改善你的财产 这个property是财产 这里应该指的是房屋 within是在什么什么之内 在15天之内 你要修理或者改善你的房产的 房屋的情况 Face是脸 门脸啊 门脸的 这个abit是减轻吗 门脸的减轻行为 就是通过by city 这个旧金山市 city是市吗 这个旧金山市的市政 所下发的关于通知这家商店 在15天之内 去改善门脸的这么一个通知 这个abitment 我记得好像是减缓 就是减缓这种 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 它这个商店有太多的这个涂鸦 有太多的这个涂鸦 要求它把这个都改善一下 要不然会影响这种 试证吧 应该是 然后这个写的是它的这个地址 这个service request 服务号 服务 service request 是请求 服务请求编号是这样的 you are hereby notified 你这个r呢 就是系统词b变来的 被动吗 你被notified 是通知 hereby 在此 在此你被通知 fault ways to repair 这个fault ways 是立刻的意思吗 repair to repair 来修理 reconstruct 重新建筑 或者重新建设 并且呢 改善 这个财产 位于 located at located 是位于对吧 那么你 现在我们通知你呢 你要修理重建 或者改善 你的这个房屋 这个指的是 你房屋的这个地址 address 或者location 意思是一样的 你的地址 在什么什么地方 of which you are the owner agent tenant or occupant 这个which呢 代表这个房屋 这个房屋呢 你是这个主人 代理人 你的租客 或者你的占有者 see below 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roperty variation and conditions requiring abatement 你要看 below是下方 看下面的 for是为了 为了一个详细的描述 属于这个财产的侵犯 还有这个房屋的 这个财产指的 这个房地产 这个房屋的侵犯 或者违反 或者这个条件 要求减缓 就是说你这个屋子 这个涂压 太严重了 你需要减缓一下 这个涂压 你看这个 整个这个门脸呢 全是被涂压了 这个你看 这个涂成这样了 你需要擦一擦 或者说 把这个涂压给收拾一下 要不然影响这个 影响这个市容 应该是 就是你做的这些工作 就是改善美丽的工作呢 包括你的原材料呢 require是要求 要求来进行修理呀 重新建设呀 或者来改善呀 identified identify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ID 身份证 就是identification 就是identify这个词变来的 identify是验证身份 被验证 用于本通知的 和有这种改善 abitement 咱们就 比方说咱们的手受伤了 肿了 那么可能某一点药膏 来让这个手变得更 abitement一些 或者一种abitement 或者减缓 改善 对于这个本通知 和改善的这个命令呢 必须什么呀 conform to 遵守 符合 必须符合旧金山的这个建筑 building building是建筑 扣的是法典 requirements是要求 就是说你在对你的房屋进行修缮 对这个涂鸦状况进行改善的时候呢 你必须用的这些原材料呀 或者你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必须要符合旧金山市的这种建筑法典的要求 you are further notified that you have fifteen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of violation and abitement order to commence abitement of the conditions described herein 他用一个加黑的 就是说 你被进一步的通知 通知什么呢 通知呀 你有十五天 从这一天 从本通知下发制止起 你有十五天呢 就是属于这种 违反了 我们这个旧金山施政的这个规定啊 你有十五天的期限呢 来开始 这个command是开始 是吧 开始 开始来改善 abitement减缓 来开始改善 这个条件 describe描述 hear in 在此 你要改善在此描述的条件啊 主要指的这种涂鸦太多了 upon commencement of the work you must diligently and without interruption pursue the requisite abitement to completion 那么 upon就是一个借词了 那么 在开始这些工作的时候呢 你必须勤奋地 并且没有任何干扰的 追求或者追寻这种什么 requisite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个词被我忘了 追求这种requisite是适当的吧 适当的减缓来完成啊 适当的改善啊 就是说 这十五天你要 很勤奋的 很努力的啊 没有任何 中断的啊 去改善你这个 门脸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不能停啊 不能消极代工 啊 要能够啊 很努力的 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好 pursuant to section 80.5 of the san francisco administrative code any person having any record title or legal interest in the building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80.5e may request pursuant to 是一个词组 就是按照啊 遵循 按照section是章节 按照章节80.5 啊 什么什么地方的章节80.5呢 是旧金山行政啊 这个administrative 就是行政的或者管理的 按照旧金山的行政法典 呃 第80.5 章节的这个规定呢 任何人 什么人啊 有任何的登记在册的这个 这个title是条 条款或者头衔 或者 呃 法律的利益在这个建筑呢 呃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may request 啊 within fifteen calendar days of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a hearing before a neutral hearing officer to protest this notice or order of any action taken or required to be taken 啊 这个是告诉 呃 提供的一种抗辩权啊 就是按照 章节80.5章节属于旧金山行政法典 80.5章节的规定呢 那么任何人什么人呀 只要你有这种登记在册的这种所有权啊 就这意思吧 或者你是这个房屋的这个利害关系人 对吧 那么就按照这个旧金山行政法典 80.5条的规定啊 你只要说你跟这个房屋有任何瓜葛 那么你在15个日历天 calendar是日历啊 在15个自然日啊 啊 日历日历上的就是包括休息日什么的 日历那天就是说从收到这个本东支起的15个自然日吧 那么你就都可以要求request 注意request请求 你可以请求一个听证会啊 请求听证会 before a neutral hearing officer 这个neutral是中性的吗 就是在一个听证官 就是说你可以要求让一个听证官 主持一个听证会来什么 来protect 提异议 不同意 抗议 对这个通知提出异议 or order of any action taken or required to be taken 或者你对这个本通知 或者对任何的命令呢 那你就可以提异议 你说你这命令不对 违法什么的 你可以要求申请一个听证会 failure to file a written protest or to appear at such hearing will constitute a failure to exhaust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failure是失败 失败了 来提起一个写的 file是文件夹或者存档 如果你不能去提起一个书面的 一个疑义书 我不同意 或者你出席在这样的听证会 比方说你没有去提请这种书面的疑义 或者说你提起听证请求了 但是你听证会的时候 说你没去你缺席了 那么将构成 constitute构成 构成一个失败 来exhaust 穷尽 消耗光 来消耗光这种行政的救济 就是说你现在唯一的救济权呢 你可以去申请一个听证会 表达你的抗议 说你这是非法的一个通知 非法的命令 如果你不提 听证会的这个请求 或者你提了请求 但是你没出席 那么对不起 那么你就穷尽了 行政救济了 但你就没有任何不能缓了 就是说你必须按照这个执行 if you request a hearing and the notice of violation is upheld you may be liable for all hearing related costs 如果你请求了一个听证会 并且 并且呢 这个我们下发这个通知呢 那么被维持了 我觉得这个upheld 就是它的原型是uphold 说我hold不住 这个hold是掌握的意思 uphold向上掌握 就是说假定你虽然提起一个听证请求了 但是呢 那么你的这个请求通过听证被驳回了 对吧 那么你 就 你可以是有责任的 为了所有的什么 听证相关的费用 意思说你要提醒这种听证请求 那需要交钱 如果你这个听证会开了 但是你失败了 对吧 那么 败诉了啊 那么你就要付这个听证费的 这个所有的费用 request for administrative hearings should be made by contacting the San Francisco Public Works Bureau of Street Use and Mapping Act 就是说这个请求呢 为了行政的听证会的请求呢 应该被制作通过联系这个圣弗朗西斯科公共工程局属于街道使用和规划地图啊 就是说旧金山的街道使用和勘测啊 就是说这个画地图的啊 就是说负责旧金山的街道使用的 还有这个画地图的这么一个机构啊 就是就是城管吧 就是大体的意思 市政 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你到这去申请听证会去 alternatively you may request an extension of up to 15 additional days for a total of 30 days within which to abate the conditions described herein but such extension does not extend the 15-day period for request to a hearing 或者呢 alternatively是给你一个选择 或者你还可以多一个选择 那么呢 你可以请求一个延伸延期 最多15天的额外的延期 总共是30天啊 意思说 这个通知呢 要求你是在15天之内 把这个东西清理好 但是如果你觉得 这15天不够用 那么你可以要求 再增加15天啊 比方说我现在找不到工人 或者我现在生病了啊 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15天这完工啊 我我我申请你这 旧金山这个市政局呢 再给我延期15天啊 就是对吧 我我会按照这个要求去整改 但是呢 我申请你给我工期长点啊 就这意思啊 但是总共的最长你就30天啊 你可以申请延期15天 你可以申请延期10天 8天 但是最多你总共的天数就30天 within which to abate the conditions described hearing啊 就是within呢 是个介绍了 在什么之内 在这个期限之内呢 你来减缓 来改善这些条件 描述 被描述 在这儿 hearing 在这儿 在此所描述的条件 but such extension does not extend the 15-day period for requesting hearing 但是呢 如此的 这个延期呢 并不会延期这15天的期限 为了要求听证会啊 意思说 呃 你可以要求延期15天 来改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呃 你你你你不可以说 呃 就是说 15天期限 你去申请听证会的期限 你不能延期啊 如果你要申请听证会 你要是对这个通知 对这个决定不符 那么你要在15天之内 去提出这个听证会的请求 来表达你的意义 如果你听证会上 你败诉了 那么你就要承担 听证会所有的费用 就这意思 呃 但是如果说 你不想申请听证会呢 那么你还可以申请 15天的这个延期 然后来完工 来完活啊 呃 但是这你申请15天的延期呢 指的是 就是说 你干活这个延期15天 工期延长15天 但是 申请听证会的15天 你不能验了 就是意思啊 咱们接着看 requests for extensions should be made by contacting the san francisco public works outreach and enforcement division at 415641263 file 就是说 你这个请求 什么请求啊 这个for 是一个借词 所引导的后制定语 就是借词段 你的请求为了验身 为了验期的请求呢 应该被制作通过联系 contacting联系 很多朋友这个contact的 呃 后面要加借词 这个不要加借词啊 不要加contact to 或者contact for 直接contact加联系谁 就直接加一个秘语就行了啊 通过联系 旧金山的公共工程的 outreach 指的是外派小分队 reach是到达out 向外派遣小分队 意思说 他这个旧金山的这个 这个市政啊 有这种内勤 也有这个外勤啊 就是外勤吧 那种 就是说巡查人员吧 他们去哪儿去 可以随时去 做调查的这种外勤 并且这个 enforcement的执行处 在这个电话 425这个电话 You are further notified that under section 80.4 of the San Francisco administrative code if you fail to comply with this notice and abitement order within the time specified hearing or in the time specified by a hearing officer in an appeal hearing under section 80.5d the director may take action to enter the property and obey the validation at your expense 你被进一步的通知 如果 就这意思吧 按照这个旧金山 行政法典 80.4章节的规定呢 如果你不能 遵守本通知 对吧 那么 你按照上述时间 你没有 没有遵从我们 上述的这个规定 对吧 那么 就这意思吧 就是说 或者说你 按照这个听证会上 这个听证官所要求 这个实现 比如说 听证会的时候呢 听证官可能会给你 厌缓一些实现 18天或者25天 什么的 总之就是说 你如果是违反 上述规定呢 那么这个主任 主任 director 主任 就是市政的主任 就是这个意思吧 可以采取措施 来进入你的房屋 并且呢 他们亲手 去改善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涂鸦之类的 在你的 expense 让你花钱 有人帮你做 就是如果你不整改 那么我们这边 会派人去整改 但是你花钱 我请客你花钱 如果旧念山市呢 必须要去改善这些 在此的这个涂鸦 这个条件呢 你可能还会有责任 liable 有责任的 为了这个 更超过400美元的 费用 或者这个实际的花费 招致 被这个 因为这个事工所招致的 这个费用 400美元以上的费用 包括这个执行成本 和律师费 来改善你这个涂鸦状况 在此描述的 或者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up to $1,000 and see additional enforcement action by the city attorney B呢 就是说 第一项是400美元以上的费用 第二项是 行政罚金 回到1000美元的行政罚金 最多1000美元的罚金 还有呢 额外的执行的行动 被这个市的 旧念山市的律师 所采取的行动 就是其他的律师费 一大堆费用等着你 Failure to pay city abatement costs and或者 all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may result in initiation of lien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property 如果你 Failure失败了 如果你失败了 或者你不能 付这个市政的 这个 改善的这个费用 或者说行政罚金的费用呢 可能导致 你的 就是说 对你这个财产 对你这个房屋呢 执行这种 留置的这种程序 意思说 如果你不付钱 你不付发金 不付律师费呢 那么我们就可能就 把你这个房屋抵押 是卖你的房子呀 还是收你的租金呢 就这意思啊 就是说 就是说 用过你这个房子 变现的方式 无论是卖房子的钱 还是租房子的钱 The conditions identified below are required to be repaired 这些条件啊 在此所 identify 验证的啊 验明证身的啊 这个条件呢 下面呢 被要求来 被修理 Graffiti 突压 果然是突压 第二个呢 是他画对号 是突压 Equipment stored adjacent to sidewalk 这些设施 储存的 紧邻的 人行道 紧邻 人行道的设施 对吧 紧邻 人行道的设施 包括那些 锁自行车的 那个铁圈什么的吗 这个不懂啊 就是说 突压 这需要你们 商店改商店的突压 或者呢 是紧邻 人行道的设施呢 还是打破的建筑物的窗子呢 玻璃碎了 你要按玻璃 草或者杂草 在人行道上啊 这个他也适应 这个门前三包啊 也就 这个商店负责清理杂草啊 啊 Proved Property 私人财产啊 Temporary Plywork 就是 Temporary是临时的啊 这个Plywork Plywood啊 我看错了啊 黑店吧 临时的这种纤维板啊 这种临时的纤维板 因为有的商店呢 可能他用一个临时的纤维板 玻璃碎了 用一个临时的纤维板 或者是围一下啊 什么的 要把这个临维的散合板 或者纤维板去除 Liter of Accumulated Debris 是乱扔的这些垃圾 或者说积累起来的 Debris Debris残渣 比如说你这个 商店门前呢 有太多的这些什么 瓶子 罐子呀 什么这些扔掉的垃圾 烟盒什么的 或者积累起来的食物残渣 生饭生菜什么的 Damaged Deteriorated Owning 被损坏的 或者被条件被恶化的 这个owning什么意思 锥子孔 是吧 不是不对 AWL是锥子 这个owning什么意思 这不知道 Exterior Paint Deteriorated 就是说你外在的油漆 恶化了 你的油漆脱皮了 什么的 你要重新刷油漆 Posted by 张贴 被谁张贴呢 被Kevin张贴的 Remarks评论 Front of Building 前脸 Please present a copy of this notice to the permit agency when applying for an necessary for any necessary permiss in person 请呈现一个副本 一个复印件 请呈现本通知的复印件 给这个许可的代理人 当申请一个必要的许可证 亲自的申请 或者通过邮寄申请 意思是说 你在申请这些装修许可证的时候呢 你需要把这个本通知的副本呢 提交一下啊 就这意思啊 因为在美国这边装修是需要许可证的 啊 就这 我猜是这意思啊 Permits can be obtained weekdays from 8 o'clock to 9 o'clock a.m. at 你的许可证呢 难够被获得啊 在工作日 从8点到9点上午 在Central Permit Bureau 中心许可证局 1660 Mission街 San Francisco 旧金山C加州 就是这意思啊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边 这些商店如果门前呢 它这个玻璃压被涂鸦什么的 其实也会遭到市政的这种通知啊 所以我觉得也挺恐怖的 这些东西 如果不研究明白了也挺麻烦啊 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规定吧啊 所以觉得美国这边也真的 你看像这个涂鸦啊 涂得很厉害啊 所以你看在美国这边就这样嘛 它 对吧 有自由 有它的自由 但是也有这种 啊 怎么说的呢 那句话 每个人都有自由 但是却无时不刻 活在枷锁中吧 就是意思吧 就是自由是有限度的吧 有限制的吧 好吧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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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算学英语了 下雨了 就在这个屋檐下学英语吧 好了 再见了 希望这个店主人呢 早点看到这个通知 早点把这个涂鸦修理掉啊 避免被罚款 再见了